那你把多吃吃一吃 吃完了 開動囉 一口一口這首歌是 一開始發想是想說我自己很愛吃 而且我之前很常PO小夜文 所以在想說那我幫我寫一個跟吃有關的歌 然後就亂哼亂哼就先有這個副歌這樣子 然後歌的內容其實 我把它連接到一個東西是 我很常自己一個人出去吃飯 然後發現很多時候 大家在吃飯的時候都邊吃 然後就是邊在打手機 好像我們一直在找一個東西去填補自己內心的空虛 包括像吃也是一樣 然後我們想要去追尋很多的美食 一直去填飽自己 但是好像 永遠永遠都填不飽 那 但是我已經年過三十了 我現在去吃吃到飽都會覺得說 我一下就飽了很了解 但跟這首歌沒有什麼關係 今天中午才剛煮菜 想說順便練習一下 因為我知道等一下要做菜 屋族了 其實就很簡單 就高麗菜切一切烏蘿蔔 炒個麵 所以今天可以來發揮自己的長處 中午有一次 這裡 下個雙咖啡 不要放 哈哈哈 太快了 太快了 太快可笑 再等一秒就可以了 再等一秒就可以了 你要跟再等一秒就可以了 對 NOOOOO 真的會單手到 因為這一整張專輯的概念都是想要把我生命中的聲音放在這張專輯裡面 那那個時候在編曲的時候剛好就在聽很多的我跟我外婆聊天的這些策略裡面 所以就把我外婆跟我們講說 啊來吃飯吃完了沒吃完去把我們洗一洗啊 我想說把那個也放在歌曲裡面其實也連結到歌的主軸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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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咖 就這樣子 我保護當初教的手 手是本體 手是本體 那個聲音 這樣那個聲音就會覺得很餓 雖然剛剛才吃兩便當 對我平常會做菜 大概是兩三年前的時候開始了吧 然後我有一陣子非常非常的瘋做菜 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看YouTube影片 從那個當中去尋找 就是第二天做菜想要做什麼的靈感 沒有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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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吃啊 吞下至少填飽什麼 嘿 吞下至少填飽什麼 吞下至少填飽什麼 多瘋 沒有吃完 謝謝 謝謝